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午安 今天我要跟大家谈 爸爸为什么会尿不出来 在密拉科门诊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男生 来这边祖宿排尿困难 或是有贫尿急尿 或者是觉得尿不出来 那其实尿不出来的男人里面 真正的来自于前列腺肥大的 其实只有三分之一 有另外三分之一的人 问题不是在社户腺 而是在膀胱比较敏感 或是膀胱过动 所以他们可能一点点尿就觉得小尿 但是呢因为膀胱尿很少 所以就会觉得尿不出来 还有一部分的病人 问题不是在社户腺 而是在膀胱紧 或是在扩约肌 导致他解小便的时候呢 尿到开口变得很紧 没有办法解得很好 所以他们觉得尿不出来 当然还有一部分的病人是因为年纪大了 膀胱收缩力不足 所以呢在解小便的时候 解一点点就解不干净 所以呢大量的产尿积在里面 就容易造成尿不出来的问题 那还要注意的是 家里如果有一些75岁以上的老年人 最近因为排尿困难 去做这个治疗 其实呢他们的问题 不一定是前列腺 而有可能是因为他中枢神仙的问题 比如说他有小中风 有早期的八经生尸症 或是早期的失智症 也会让他的膀胱产生过动 而且在解小便的时候 他的尿道扩胃肌 没有办法有很好的放松 如果有这个问题 去做手术效果是不好 还是要找泌尿科医师 好好的检查 如果有必要 我们可以转到神经科医师 继续追踪 做进一步的检查跟治疗 男人尿不出来 三分之一是因为色物线的关系 三分之二是因为其他的问题 所以千万不要 想要用手术来解决所有的问题 找泌尿科医师 好好的检查 针对他的问题 好好的治疗才是最重要的地方 好好的